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二六十钟 不以一物 众生因为怕 怕失去东西 所以依靠这个 依靠那个 就是看到一个悬崖 哇 这么高 这么深 就是佛的境界 如果你能众生一药 不管它 当然不是真的去跳悬崖 这个不能误会佛的意思 就是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靠一边 或者靠六根 六臣 六四 总是要依靠 真正修行二六十钟 不以一物 二六十钟 不以一物 谁都依靠不得 要依靠自己的本性 这一句话有什么好处 你的先生依靠不得 你的本性依靠 只能依靠你的本性 你的儿女依靠不得 要依靠你的本性 你的金钱依靠不得 应该是生命的 你要依靠你的本性 你要依靠你的朋友 依靠不得 你要依靠你的本性 你要依靠你的师父 依靠不得 你要依靠你的本性 佛依靠不行 要依靠我们的本性 连佛都不能靠 佛讲的话 我们依靠 依靠就是等于依不依靠 因为佛告诉你 更成事不可得 就是这样子 二六十中不以一物 所以故万言而退 众生就是这样子 到最后要叫他放下 他就会怕 所以他总是要捉一个东西 也就捉一句佛号 你真正大悟的时候 这句佛号安不住的 即信就是佛 念也无法 我念阿弥陀佛 这句阿弥陀就是本性 本性就是阿弥陀佛 心念形剧图 历皆广求知见 一般来讲 都是一直听经文法广求知见 安利这个安利那个 所以求知见者如毛 悟道者如脚 听经文法的人千千万万 而肯契入佛的心的如脚 求知见者就是佛法 看了今天 看了三章十二部今天 就广见力之间了 真正契入佛心的如脚 没有 真实受用